Hello 大家好 我是公公1Karen 我現在就是倫敦要看這個月兵的 其實冬天的話 他們不是每天都有的 檢查好那天有沒有月兵 還有幾點開始月兵 因為他們的時間會不同的 今天檢查完是11點會月兵的 由於剛才遲出門口 現在11點了 不知道為什麼那些人回頭的 是不是已經看完了 中秋節快到了 為滿足對食榴槤的絲肉 馬拉妹推出淡淡榴槤果肉、冰皮月餅 有貓山王、黑刺、D24、金包四種口味 也有全球第一個氣炸鍋版 全手作沒有添加、沒有防腐劑 無論送禮或是自己吃都大方又安心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在以下的link訂購啦 我們已經在Buckingham Palace的門口 其實真的是人山人海 還有人們會爬上去的 而現在我是完全看不到 因為那些鬼都很高、很大隻 那我已經又遲了 爬不到最前面 所以現在只可以看看有什麼方法 我在想,我老公可以背我的肩膀 哈哈 A few moments later 試試看 來到Westminster這裡 其實要上一個船 這個船叫做 River Fam Hop On, Hop Off 即是說你上了那個船 就11點至3點之間 你可以任何一個站 你想下的你就下去 基本上是可以去到很多不同的地標 又是一定要去的地方 就會很方便 其實如果你就這樣坐車 會很貴的 不斷不斷轉車轉車 還有在不同的地區 又浪費時間 不如就坐這個船大約9元 其實一程的地鐵站都差不多2.8元 如果一個地方3元的話 如果三個地方就已經是9元 即是說我這個船票 是比坐公共交通會比較划算 這些就是我們可以去到的地方 今天倫敦的天氣不是很好 不是一個最美的天氣來Sightseeing 算了都已經買了的 票 不過下雨的好處就是 沒有那麼多遊客 跟我們一起去看Sightseeing 因為他們都想躲起來 不過我在英國發現 我看到一些英國人 下雨的時候 都很少真的用把傘 好像沒有什麼事 都不會濕透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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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是沒有人 因為下雨了 我們只可以在船前面 這裏看出去 Westminster 區 其實有很多大地標可以參觀 有西文寺 大笨宗 國會大廈 然後過一條橋 就有倫敦水族館 和倫敦眼 然後可以去Shakespeare Club Tedmorden Tedmorden的入場費是免費的 過一條橋 就可以去Saint Paul Cathedral 之後就可以過一條橋 去Borrow Market 依依土 不過我第一天 一到倫敦就已經去了Borrow Market 所以這次我就沒有再去Borrow Market 那我就直接去下一個景點 如果你沒有來過這裡打卡 你就好像沒有來過英國一樣 因為這個就是Tower Bridge 和Tower of London 每一站的距離都很短 大約是5至10分鐘左右 就到第二個站了 不過它會飛站 所以很小心 到了那個站 記得要跟它說你要下 要不然你就真的去到最後一站 然後就回到最後一站 這樣就完了 所以 我們現在就去Lester Square 走走 聽說這裡就有很多街頭的表演 還有還有很多不同的牌子可以購物的 看不到Big Band 就過來看這個Big Band 因為現在在倫敦Big Band 裝修著 然後走走走 你會看到很多紅色的燈籠 你就知道自己已經在唐人街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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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喜歡這個歌 好嗎? 好嗎? 很開心嗎? 很棒 買到東西了 買了多少錢? 很划算 很划算 鞋2690多 買現在是89 89磅? 對 然後是褲子 全是三折 剩下的褲子 六百六十元 港幣? 港幣 這麼便宜? 所以總共賣多少錢? 1400-1500元 還未加退稅? 未加退稅 退稅很少而已 退十幾磅 百多元 好了,我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Vlog 記得Like、Share和Subscribe 如果你想跟我的IG和Youtube 歡迎大家來到Karen Kong Music 我的影片下面有一個鈴鐺 記得按一下 我一出新片的時候 你就會收到即時的通知了 我們下一條影片見 Bye Bye 你準備好了嗎? 是 我不覺得你準備好了 但沒關係 走吧 走吧 我買了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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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孩子 我買了錢 是很雖然